我們先看一下這個94年的修法理由 那這個修法理由呢 就把整個參與犯的處罰 從過去的見解到現在的見解 講得很清楚 第一點 他說教唆犯的性質違和很混亂 但是依現行教唆犯的立法理由 註明一下這個現行是救法 救法教唆犯立法理由是說 惡性重大一才獨立處罰主義 所以最後一句話化現了 可以得知以前是才獨立性說立場 也就是他本身就值得處罰了 至於正犯做了什麼事情呢 不重要 你教唆這個行為本身就很可惡 就跟一個犯罪行為一樣 就可以處罰 仿佛刑法分則有一個條文就叫做 教唆他人犯罪 除幾年下有其徒刑 那樣的立法模式一般 這個是獨立處罰 那第二點 第二點他說呢 這個獨立處罰是侧重行為人的惡性 但是這個跟現代刑法 以處罰犯罪行為為基本原則的立場有違 也就是我們的法條畢竟沒有一個犯罪叫做 刑法分則沒有一個犯罪叫做教唆他人犯罪嘛 畢竟不是這樣 所以跟刑法處罰犯罪行為的立場是相違背的 因此後來呢 採的就是畫線部分限制重屬行事 這限制重屬行事內涵是什麼呢 寫得很詳細 他說 共犯的成立 係以正犯行為之存在為必要 而此正犯行為呢 則須正犯著手於犯罪之實行行為 且具備違法性 始足當之 至於有則性的判斷就個別判斷 好 所以把著手畫下來 正犯必須要著手於犯罪 好 下一句也畫一下 且具備違法性 換言之 正犯有未遂不法或者是計罪不法 這個是現在的限制 好 那 看一下後面還有什麼 好 原刪除現在第三相失敗教授 及無效教授的處罰 這等一下會提 並修正要件為教授 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授犯 議題被教授者未產生犯罪決議 或雖生犯罪決議卻未實行 教授者皆不成立教授犯 好 那我們把他在旁邊控碼的地方 畫一下這個教授犯的犯罪階段 整個教授犯的犯罪流程啊 首先要有一個教授行為嘛 然後後來呢 這個教授行為 敲起正犯的犯罪 後來正犯就開始犯罪 我會說 整個犯罪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剛剛一直強調說不管是現在現刑法或是剛剛立法裡有請大家 特別註記的地方都是這個教唆犯的處罰呢 必須正犯著手於犯罪實行並且去被違法刑 所以到這個階段才有可能成立教唆犯 那換言之呢在前面都是不成立教唆犯 好 好的話我們再看第三點 他說修正之後呢採的是限制重署刑事 好所以關於教唆犯的處罰效果呢 維持現行第二項的規定就是剛剛提到 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 在適用上系指被教唆者著手實行且去被違法性後 教唆者使成立教唆犯 就是剛剛黑板上畫的是一樣的意思 而成立教唆犯後的處罰呢 就依教唆犯所教唆之罪 所以罪名是依照被教唆人 他當時被教唆的犯罪 好 而是被教唆者之實行構成要件事實 寄稅未遂為端 好最後一句話畫起來 就是最後兩行啦 至於應適用寄稅未遂之行 就是被教唆人他的實際實行階段為判斷 所以這跟剛剛很像 剛剛那個黑板被擦掉的部分 不是 被擦掉好幾次的部分 間接正犯的地方很像 就是這裡正犯寄稅還是未遂呢 這邊 就是影響教唆犯 影響教唆犯 怎麼寫比較好呢 論以紀未遂之行 跟剛剛那個間接正犯的著手 還有紀未遂的認定的邏輯很像 也就是最後正犯的紀未遂影響的是 教唆犯他應該論以紀稅之行還是未遂之行 那至於罪名就是依照他教唆時 教唆的罪名為端 好的話呢我們再往下看 也就是關於參與犯的處罰 除了有以前的獨立處罰模式之外呢 還有重屬處罰模式 那重屬處罰模式 但立法理由已經寫得很清楚 他說限制重屬行事嘛 但學理上討論上 或者是可能的選項上還有另外一種 叫做嚴格重屬行事 好在23頁第二行 嚴格重屬行事指的是 重屬於正犯的不法加罪責 好所以正犯必須不法且有責 我們才處罰教唆犯 那反之限制重屬行事 就是只要重屬於正犯的不法就可以了 至於正犯的罪責如何呢 並不會影響教唆犯的罪責 好那因為罪責各自獨立 所以現在採行的就是限制重屬行事 不會影響到彼此的罪責 好那採這個限制重屬行事的結果 會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的三點 好第一個 參與犯的可罰性基礎 就是透過正犯的不法行為 惹其法義侵害 所以我們直接看結論就好了 參與犯從屬於正犯的不法性 好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論 他創造了怎麼樣的不法 那當然前提是他要有 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 那至於其他的不法就 尾由正犯創造的部分去判斷就可以了 好那第二點 正犯的計稅 則參與犯有計稅不法可以論以計稅 反之就是論以未稅 好這剛剛提過 第三點 法義侵害只跟不法有關 所以正犯創造的法義侵害 並不會去影響正犯 或者是參與犯的罪責 罪責人因各自判斷 好這就是基本的 好